户外炉具中 酒精炉是一个重要的分类 这里我们说说酒精炉的优缺点 供大家在选择户外炉具时做参考 这里说的酒精炉是指液体酒精炉 酒精炉的优点 一燃料便宜 而且容易购买 500毫升一用酒精不到10块钱 所有的料店都能买到 如果是工业酒精会更便宜 只要两到三块钱 二 酒精炉一般相对较小 变贴性更好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酒精炉的主要原因 三 酒精炉本身价格也不高 50元左右就能买个质量很好的酒精炉 四 酒精炉非常环保 燃烧后基本上只产生水和二氧化碳 而且使用酒精炉 吹具基本上不会被污染 非常容易清洁 很多精致的茶具 咖啡壶 高档吹具都适合用酒精炉加热 五 酒精炉还兼顾了在室内使用的优点 因为其体积小 燃烧清洁 甚至可以放在输楼上使用 酒精炉有以下主要缺点 一 酒精炉安全性不高 大部分酒精炉加热过程是直接燃烧酒精 如果在燃烧过程中 炉子倾倒会非常危险 由于酒精在高温下非常容易挥发 所以容易产生爆燃的情况也非常危险 二 酒精炉不好调节火力大小 在烹饪过程中非常不方便 而且市场上的酒精炉体积普遍较小 所以加热效率基本上所有炉具中效率最低的 三 酒精炉无法在加热过程中直接添加燃料 当炉内酒精烧完后 需要等炉子的温度降下来再添加酒精 所以酒精炉很难胜任长时间烹饪的工作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决定是否选择酒精炉有帮助